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好 今天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启动了为期15天的 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的工作 那么县长徐正卫呢 就前往警察局 礼分局 凤林分局等等的单位 来慰问春节期间 执勤的警销同仁与名利组织 并且也发放加菜金以及制证慰问品 花莲县政府启动为期15天的 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 县长徐正卫前往警察局预理分局 凤林分局 吉安分局 花莲县消防局 花莲分局 花莲县警察局 新城分局等单位 慰问春节期间执勤的警销同仁与名利组织 并且发放加菜金以及制证慰问品 更却警销宪兵及志工名利伙伴无私奉献 守护乡亲平安过好年 重大节庆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共同守护花莲 尤其是无论是从全国各地或各县市来到花莲 大家在休假的时候我们在执勤 所以在这里正为要再次代表花莲县的所有的乡亲 感谢我们所有的写情名利 成为警察局消防局最大的后盾 每当重大节庆时都有来自全国大逼人潮涌入花莲 能够维持交通和治安都有赖全体通人的维护 花莲今年有许多重大建设已经开始扒包或动工 因此交通安全更加重要 希望大家执勤时要注意安全及身体健康 共同为乡亲的安全敬奋心力 打造花莲成为一个治安平稳 交通顺畅以及民众安心的幸福城市 记者高雄雄玉礼镇采访报道